今天上午第六届中俄长江福尔加河青年论坛在长沙开幕 此次论坛为期12天 132名俄罗斯和180名中国青年代表参加 开幕式上中国传统歌舞与俄罗斯经典卡丘莎相互交融 让人感觉耳目一新 这很有趣 没想到中国音乐和我们俄罗斯的歌舞能这么完美的结合 太让人震撼了 论坛组委会还特别邀请湖南青年歌手张艺兴 共同参与创作主题曲《最好的青春》 中俄青年朋友们能更多的交流 然后交流文化 然后共同成长跟进步发展 希望有机会可以把好的中国的音乐也带去俄罗斯 这是一个能够让我们中俄两国青年相互了解和交流的窗口 在未来的12天里 中俄两国青年代表将通过实地考察走访 增进彼此了解和友谊 我们有相同的历史 这个挺有趣的 我希望说更多 告诉他们中国飞速发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互相借鉴分享经验 2013年5月 中俄长江福尔加河地区合作机制正式启动 至今年已举办六届 中俄两国数千名青年学生通过这个平台展开交流 中俄两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